嗨 大家好 我是MV大熊MatchBear 現在是一個超龜大的狀況 離上一次的影片大概已經隔了一個禮拜左右 因為11月1號到11月5號之間 我去參加了Pokemon的活動 保持台南七美博物館抓Pokemon喔 呵呵呵 所以我現在整個全身都是骰傷的狀況啊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呢就是 轉蛋我很喜歡的鬼系列 所以我就訂了一整套 然後不小心又跑去轉了兩顆 因為真的太愛了 不知道多種 然後還有這個應該是面具系列 然後最後還有偷偷轉了一顆這個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開箱吧 我們首先來開這個 梗鬼系列 這個真的是很實用的扭蛋 因為它是磁鐵喔 我覺得如果拆開完以後 一定會有很多人也想要跟著去買 這個真的太棒了 我當初在觀圖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喔!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我最愛的鬼系Pokemon 而且還是磁鐵一定要埋啊 定成套就對了 喔! 看你跟鬼 鬼絲 鬼絲通 然後這好像是夢妖還是什麼 然後這是 單顆眼的啊 呵呵呵 我不太熟這一隻 哇 看這個上色真的很不錯 然後後面是強力磁鐵 夢妖 這一次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好像有點小微妙 呵呵 直直的鬼絲 後面有一圈 有點有趣 因為之前的鬼絲身上其實都是霧狀 然後是用一個紫色的基底 有點不知所措 不過整體上來說都還蠻可愛 因為你看看眼睛的地方 有把他那種凸凸的感覺做出來 這隻鬼絲通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那個手凸出來啊 衝出來那種感覺有做出來 如果吸在牆上的感覺 就好像從牆上跑出來一樣 跟鬼真的很Cue 他是從牆上穿出來 你看這裡一隻腳還卡在牆壁上 他磁力非常的強 非常的好使用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到底轉到了兩顆吧 想說多轉個兩顆拿來收藏或貼客廳的銀箱 也還不錯 可以拿來貼一些飲料單 或是一些外賣的單 喔是耿鬼 第二隻耿鬼 喔超可愛的啦 OMG OMG 是我的傷 又是這的 其實這個扭蛋我在扭的當下我已經拆過了 耿鬼跟鬼絲通 然後我其實還有另外一隻是扭到他 然後就送給朋友了 因為我朋友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所以我總共扭了三顆 運氣還不錯 三顆就可以扭到 跟鬼鬼絲通的那 其實 沒差 因為這幾隻我不管扭到誰我都很爽 因為都是我喜歡的幽靈系的Pokemon 我真的好愛 Pokemon裡面我特別喜歡就是幽靈系 那我們接下來開什麼呢 我們來開一下面具好了 這一組面具我沒有看到預購單 所以我就沒有去訂 然後想說去扭蛋店扭一下 看一下會不會扭到不重複 所以我就下了五顆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我看他好像綠色的是裝在白色蛋殼 然後黑色的就是用黑色蛋殼裝 那我們現在拆綠色好了 因為綠色只有兩個 是一個有眼睛 然後有這個西紅 面具類我真的還蠻喜歡穿的 覺得可以拿來做各種搭配還不錯 可是這個面具有點微妙 因為你看這個黏土人放上去有點太小 你看這個有點太大了 這個大小有點微妙 不太行 沒關係我們繼續來開 總是有可能會有一些模型 或者是之類的東西 可能大小會比較符合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 做搭配 至少我先買起來 總比以後如果沒得買的話 不會來後悔 算了沒差 反正我就是會買 我就是愛買我就愛花錢 I don't care 旁邊有兩個 這算什麼 濾網嗎 反正就是過濾的 嗯 但拌得太小 太大太小 都差一點點 如果直接從正面看是OK 可是如果從側面看的話 就跑出破綻 好 今天就讓它先戴著吧 那我們白色兩顆都拆完了 我們來拆黑的吧 希望也不要重複 欸它是有點灰灰的顏色 它不完全是黑的 我還以為它是黑色的 雖然說只有顏色的差異 可是那個感覺上差蠻多的 就好像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的感覺 質感上差的非常多 第二個是只有下半臉的 下半臉的應該就很適合囉 因為下半臉可能就沒有分size再戴 可能就差很多了 下半臉的很OK 因為下半臉的就不分size了 有眼睛那個比較吃size 這個下半臉的 每一隻都可以用的感覺 雖然說不太分size 太大啦 那我們就讓它戴著吧 欸沒有重複耶 完全沒有重複耶 雖然少了一顆啦 這一顆也是有綠色 可是我沒有轉到 不過沒差 我最想要的就是黑色三個都有 綠色我比較沒差 不錯耶 我都沒有轉到重複的 耶 那我們來抽最後一顆吧 最後一顆是 拜拜 我已經猜過了 拜拜 我轉了兩顆 然後一顆是 大象 在我媽房間 你覺得大象很適合我媽 這個拜拜啊 等一下再來看 它那個拜拜 有 大象 熊貓 然後這隻應該算什麼 夫貓嗎 還有小白兔跟青蛙 最喜歡的其實 前面三隻都還不錯 我最愛的是這一隻 夫貓 然後我就是 當下就轉了 第一顆就是大象 然後第二顆就是 他 中了 第二顆就是他 那雖然是動物 可是他拜拜的時候 你們看他的表情 跟動作 做得非常的淺誠 超認真在做的 看著他就一種心靈相合的感覺 滿樂透的時候 壓在他的下面 夭壽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開的啊 就是這三種扭蛋 就是 有耿鬼磁鐵 這個真的很實用 這我超推 雞腿我超愛的 愛死這個系列 超級實用的扭蛋 而且他是強力磁鐵 不是一般的磁鐵 一般磁鐵 很容易貼東西的時候 就會掉下來 這個強力磁鐵絕對不會掉 超好用 你要貼什麼都可以 我超愛 然後面具就 這次的面具比較不推啦 就是想要轉的還是 就是可以去轉 可是要斟酌一下 因為這個尺寸有點尷尬 黏土人勉強還可以帶 可是 一般的1比12的 人口可能就帶不了了 除非你可能是 可能1比10或之類 比較大尺寸一點的 人口才比較有辦法帶了 拜拜動物這個系列啊 真的是有喜歡的可以轉 其實他每一隻都還滿可愛的 我之前有收過他上一組的彩彩 都在櫃子裡面了 彩彩跟媽媽好 然後這一組就是這個 這一隻我真的超喜歡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然後我會盡量 就是快一點殘出影片 因為有的時候事情比較忙的時候 就會拖比較久一點 那還請大家多多見諒囉 喜歡我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